一部《爱情神话》去年年末上映 以全上海话对白作为主卖点之一 主演团队也多是上海籍演员 女主马依丽出生在杨浦区 在红河区长大 她的祖籍在网络上是比较为人所熟知的 以至于每次当她讲上海话的时候 都会有弹幕飘过说 她不是南通人吗 她的籍贯地具体而言是江苏如东奔插镇 说如东不说南通 是我们对大内斗神的一个基本的尊重 如东是南通地区的北三线之一 通用江淮观画下面的泰鲁方言 与隔壁泰州属于一个文化圈子 咱们解锁一下马依丽的微博 她多次提到过如东 除了表明自我认同 或者为苏北裔群体发声之外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 她居然表现出了使用方言正字的能力 她写过这个三尼告子 苏北籍上海人群体主要分布在 普陀 渣北 杨浦 鸿口等苏州和以北的区 也所谓苏州和以北都是 麦里早期呢是一个比较北漂系的上海演员 在《我的前半生》当中 演回一把上海人之后 又有了这一部爱情神话 提一嘴 她当年在《环珠三》当中的搭档 黄毅也是一名上海人 讲完李小姐 我们来讲饰演前妻贝贝的演员 吴悦 吴悦的出生地和籍贯皆是上海县 即今天的闽航区 属于上海人当中的这个叫 其父书画家吴一仁 是闽航区专桥证人 所以这是她的具体籍贯所在地 这个位于新庄和老敏航之间的镇 经常成五号线的朋友 肯定会非常熟悉 不过在影片当中 吴悦讲的就是一口上海市区话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本地口音 应该是家境比较好的缘故 她是一个比较城市化的本地人 而专桥的本地口音其实是偏松江的 在她的台词当中 一些字如 链 球 都比上海主流口音 链 球 要来得顺骨一些 上海县呢 是上海市区的母县 主体部分在1928年 划给了上海特别市 剩余部分仍为上海县 五月的家乡 砖桥就是剩余上海县的一部分 于1958年划给上海市 1992年与老的敏航区合并 设立了新的敏航区 Gloria 霓虹杰 她出生在江苏常熟的新庄镇 她的身份很多人不太清楚 我来捋一下 她的父母是上海之亲 回到原籍常熟插队 在当地出生后不久 便把她送回到上海家中 我是知青子女 我小时候从幼儿园开始 一直在上海生活 一直生活到我出门陆陆续续地拍戏 其实我觉得是在上海长大的 从出生地和祖籍角度而言 她是常熟人没有错 不过从族群角度来说 知青的小孩自然也是上海人 当年响应国家政策 离开上海的各类人员数以百万级 知青系上海人 也是上海人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我们来说回溯源 她本人在采访中表明过 祖籍就是江苏常熟 不过早前她在天天向上一次 节目中提到过 还好像说了南京话 苏北话 因为从小听身边的人 老是倒倒倒的 苏国皇 周围人讲的是苏北话 所以家里应该也是有苏北一上海人的 常熟加苏北 这个成分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啊 好像撞了上海某个大网红的感觉 其实早在五零万传当中 她就有讲过上海话和苏北话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的 然后是男主徐珍 出生在渣北区 她的籍贯是浙江平湖 就在金山区的隔壁 浙江籍贯在上海 具体以宁波绍兴为大头 老生常谈的就有现代上海话的第一人称富庶 阿拉就是一个宁波词 和上海接壤的嘉兴地区 此籍贯在上海反倒不显著 和玛丽差不多早期的徐珍的影视 其实是看不太出她是上海人的 倒是近年自己开始当导演之后 在作品中尝试加入了家乡元素 如我和我的祖国 我和我的父辈 乃至这部其兼制的爱情神话 都把上海元素作为了头号标签 上海作为移民社会的行程年份 早于香港和台湾 如安格鲁卡尔特时 美澳新的主体 广东三大名系是香港的主体一样 上海籍贯构成 虽五花八门 但也有一个主体 上海人的籍贯按照省份 大部分能够归入江苏和浙江二省 此外也有广东 山东 福建 安徽等少数籍贯 根据1950年的统计 上海市民当中 江苏省级占48% 浙江省级占25% 还有15%是本地籍 前面提到的徐珍是浙江 马依丽和霓虹节是江苏 五月是本地籍 都大致符合这一比例 其中上海县 至晚1958年才脱离江苏省 向上归纳也可算作江苏省机关 还有老屋周野芒老师 旧版水浒当中的林冲 很多观众觉得 电影里上海话台词最好的 其实就是周老师 不过我看到他字述背景的时候 比较意外 他是属于大院子弟 上西大院长大的 大院子弟就像眷村子弟一样 接触南南北北的人比较多 我对本地文化的接触 可能会少一点 他自己说父亲是南京人 母亲是扬州人 两个江淮关华区的城市 20岁之前不太会说上海话 但是现在却是几个演员当中 互语台词最好的一位 其实说白了 上海人就是这么来的 开股前的上海 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县城 到如今的2400万人 形容约1000万市区上海人 自然不是当初20万人自然翻眼至今 夸张一点可以说 世上本无上海人 是无数在这座城市扎根的异乡人 是我们的曾祖 祖辈乃至父辈 甚至就是初来扎到的你我 敦重这座城市的文化 遵循这座城市的价值 成为了海南百川的一员 才有了今天的上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 上海人的主机结构 和港台主机图件一样 是个有趣的话题的话 不妨给一个关注和三连 我是东沃 护上足迹图件 我们有机会 下期再见